这是一套新修的别墅 还没有盖完 我们进去看看 这应该是一个洗漱间 可能是淋浴 然后呢 这是洗漱盆 这是两个卧室 共用的一个淋浴间 那么在这个房间里的话呢 堆了很多已经喷好气的门 还没有安装 大家看出来了吗 是两个房间 两个卧室 共用这样一个洗漱间 好 我们出去 这应该是这栋楼最上一层 那么它材料是挑高的结构 这里有木板呢 做这个黄浮 房子里掉下去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卧室 两边的窗户非常通透啊 然后有自己独立的这个卫浴 面积不算很大 但是还很方便的 主要是景色比较漂亮 好 这个 这个一层半 这个应该算二楼 好 接下来这个一层半 右边 我们来进去看一下 哇 这个房间大 这呢就是主卧 有一张门可以通往外面的阳台 然后这里是这个衣帽间 非常大 然后呢 这是卫浴 这个卫浴啊 不仅面积大 而且全部铺设这个大理石的这个石材 可以看出这套别墅的话 这个做工还是比较高档的 据我朋友介绍啊 这套别墅的修建费用就是一百大几十万加币 具体数字呢 还是就不公布了 毕竟这个工作还没有结束 这个费用可能还会出现调整 好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走一走 现在呢 我们可以走到一楼 去看一下这个大厅 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 这套房子呢 是一个华人房东 委托一位华人建筑商呢 帮他负责这个总体的修建工作的 那么这位负责的建筑商呢 也就是英文中的builder 就是海叔的朋友 那么今天呢 海叔就过来参观他这个工地 同时呢 了解一下在大温哥华地区 盖套房子 有哪些有趣的知识 一楼客厅采用的是这种开放式厨房 然后厨房后面有一张门 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厨房 称之为叫中厨 就中式厨房 因为有油烟嘛 所以呢 在一个独立的一个封闭的区域里面 这个面积不小 一铺完之后 第二条我们就开始做清洁 清洁到所有的灰尘没有 杀内都没有 还做保护 还做保护 就是做这个 这就是保护 这里常用的一个保护纸 保护纸 这个纸是要更厚一些 你说石墓地板上面再铺一层保护纸 这个保护纸是我施工过程的保护 施工过程的保护 这个还是很细的 那为什么不最后铺地板呢 那么有些步骤 需要换地板再做的 比如说这个柜子 我们的Illand我们是把地板都铺完 把脸再放上去 如果以后你这个Illand有变化的话 你把它拆掉 下面的地板是完整的 那这里这个Illand就是纯粹的Illand 它没有水啊 这些东西 这个房子是没有的 因为这个房子 它把sink是放在对着窗子 所以这个就没有了 我看您刚才过来做活的很多师傅都说粤语是吧 对对对对 您是不是 我们有很多说粤语的师傅 他们在做工上面非常的讲究 他的质量相对高一些 比很多西人做得还好 所以我们长期就是合作的一些师傅呢 他们都保持了一个很高的质量 就自我要求比较高 他自己自我要求比较高 然后他连续的很高的标准 这样非常可靠 然后做出来也经过时间的验证 就是我们别的客人反馈下来 他们都质量很好非常满意 所以我们都尽量 这些比较好的队伍 就是说还是工匠精神啊 人家就是多多心心的靠手艺挣钱 不觉得钱来太慢啊太少啊 但他们这样做的话长期的做一样东西效率也高 其实增钱也不少 所有的工地的这些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和它和其他分包商的衔接非常有经验 就没有这种衔接的问题 我们就不需要很多细节都要交代 这样就默契了 这样效率也很高 我想问一下这个照片怎么回事 照片是我们在做Ruffing 就是穿线过程中 我做了一个工程记录 所有排进去的电线水管 我们都做了这个照片 所有的面 所有的屋顶都做了这个 那最后就做成单案了 对我们在 对我们因为是这些信息都放在网上面 然后随时可以调查看 哪个现场有哪个位置 有什么疑问的不知道后面的管线情况 我当时就可以调查看 这个是政府提供的网站 你们自己做的网站 这是我们自己管理过程中的 经验 措施一直要去这样做 您这个在温哥华这里 以后做维修或做 你要做装修做改建 这些东西都会给风的 他们会一直会拥有这些资料 而且我很清楚的知道 以后我这样开个门可不可以开 我以后这个地方要 做一个改造 一个墙有个可能性 那这个政府他不要去提供图纸吗 不要求 政府不要求 政府对这种管线到底是怎么排的 他不管 因为Single House的就是现场施工的图 最后施工的情况 没有要求翻成图给政府记录的 只有当时建制前的报批图纸 那这个就完全跟Build的责任性有关了 对对这是各个Build的他们自己的工作方式 您是做Build的在温哥华做了很多年了不 做了很多年了 做了很多年了 反正科班出身的做工人管理 对对对您是科班出身的 这个House很大啊 其实它现在是三层是吧 它因为是在斜坡上面 现在它是三层 但是它做了一个设计是错层的设计 它没有做了一个所谓地下室吧 我可以说 它这个下面是地下室 但是它地下室还是有平量的窗 我就是说它没有做那种 像有的地方它为了出租 把地下室做成了一个相当于两室一厅的房 这个房子有 现在有合法的出租单位是两室一厅的 也是两室一厅的 对 它这个设计做了错层之后呢 总的面积做到5000尺 哇 再加上车库 所以它总的面积做的比较大的 对于这样的地方 这个应该这个地下室 应该就属于叫做walkout的 这样basement是吧 对对 可以直接有单独出入的 哦 有单独出入的 所以这是温哥华的一个特点 我看到了就是 或者说加拿大的房子一个特点 新西兰的House 也一般没有这么做的 因为它都不建地下室了 建一个地下室成本高 这没有需要嘛 对 这是一个 哦 这个 这是一个影院 哦 家庭影院 家庭影院 对 可能会用深颜色的一个油漆做 我们他我们对这个就是本身应该做软包或者做吸音的材料的 哦 那我想留一个以后改的一个机的可能性 所以他可能简单的就做一个油漆 这等于以后那这块是不喷的是吧 以后就是软包 比这个大一点的颜色 哦 比这个框 这个Panel大一点的颜色 哦 现在还做了一半 对 引始就得写 我们会临时先上一个特殊的漆可以直接做投影的萤幕用的 一个特殊的漆 那比较好 对 如果他们如果想做一个屏幕 我觉得他直接上个一百寸的液晶算了 哈哈哈哈 可以的 就完全可以的 就不用搞投影那么复杂了 哦 这个就是机房 嗯 还没做清洁 这是燃气的是吧 燃气的 这是电热水器 哦 不对 这是锅炉 这只是一个type就是储水的储备热水的 储备热水的 储备热水的 这个锅 这个是锅炉 热的 嗯 它把热水烧完之后存在这个里面 哦 然后它另外一路呢 是 输出输入 输出到那个所有楼层的地热 哦 这个走地热 这是地热的分区 这有八个分区 哦 热水出来 嗯 然后 这个热水供用就是 洗澡用啊 就是 嗯 那这个铜管其实真的用起来说是很烫的呢 嗯 不是特别烫的 可以试试 有一根是出热水 哦 现在没有烧 现在没有烧 所以这个 它 它 它是过一段时间 才会开始 启动一下 哦 现在已经用了 在用了 就这个低热已经在运行了 哦 你算了 没有分区控制 是我们总体控制的 那你现在这个是算是检测案吗 没有 我们这个阶段还没结束嘛 哦 我们还在施工过程中 我觉得一般施工的时候不会开热水啊 嗯 因为这个是低热 我们这个房子 我们维持一个稳定的温度 哦 稳定的温度 所以一建好之后 我们就让它运行 这样可以保证后期的施工的质量 所以我们保证这个石膏板油漆 还有各种木料都 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温度上 还有湿度 是Gas 是不是这边Gas比较便宜吗 Gas比电的成员要便宜很多 同样用来作为能源的话 哦 新西兰就能源贵 从这边就是 出租单位 哦 这里有个厨房 我还有一个 这是加拿大别墅的特点 哦 它这个独立出入 哈哈 这一小条了 对 但是这个这个厅是非常的宽敞 那是 那它这边 但我看到这个地方 在那种山区的话好出租吗 好出租 因为这边很多人也是有开车的嘛 如果你要做公共交通 可能这里就不是很方便 但是很多人他们 这边隔壁的对面 都是出租的 对面两户 对面两户 人家他们都是 电厕室都出租了是吧 对 对 不 它整个房子出租 整个房子出租的 那说你这里还是有一 就是门已经提前买好了 不是 这是门是现场留好漆之后 我应该要做地板 所以移到 移到卫生间 卫生间已经地砖突破了 那为什么不最后漆呢 嗯 它在喷这个框的时候同时进行 而且你喷的时候 喷完之后 我们再组成地板 啊 以免这个地板在喷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边角被喷到了 好懂了 要提前做这个游戏 对 就是跟门框一起喷 这样就可以确保它这个色彩上面 不会有色差 门和门 我们要做Cocking 要Sending 嗯 嗯 然后一点底漆两面漆 哦 所以这个均匀度就很好 等等 就是如果你最后搞 它就可能门框和门颜色不一致 或者说门框就会喷漆 颜色会一致 只是 你在没有铺地板之前就 它一定要放在一个空间里面一起喷 所有的门一起喷 那么我这样喷的时候 哦 它喷的 整个空间里都会有 油漆的颗粒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边上有些 你做地板保护的时候 不可能除了地方都保护到 对对对 那么 这些地方就有可能会接到一些颗粒 哦 就等于先把这个碰完再装地板 对对 主要是工人来了以后 就来一趟就干一个活 结束一个 我们有很多工序 就因为 现场保护的需要 互相衔接的需要 所以 就我们会有很好的程序 因为我看那楼上有好多张门 都没有装完 都弄好了 都是已经喷好了 我们准备 喷好了 哦 这就是半地下室 有窗 这半地下室 对 下午的时候 这地方会非常的好 这个空间 因为这个地方是 光线的角度可以设定 非常好 大豪宅啊 哦 两个房间啊 对 两个房间 而且全是 有光的 对 这个就是还有 出租单位有它独立的 有个星空系统 哦 还有个星空系统 对 这个星空系 那是 这是出风口吗 这是风口 对 这是看到 哦 那是七七 星空空口 对 就不用开窗 那这个窗都可以开 这两个房间窗都可以开 哦 对 可以开 有意思 像您这个开发的方式 您是代表房东 管理整个开发过程 不叫代表房东吗 整个建筑的管理 都是我们负责 都您负责 然后刚才你听您说 像这种自住的房子 一般就是您收个管理费 然后实际成本是多少就 报多少 对对对 我们会把那个原始的单据 给公的 大概两个月 做一个统计 这个 花费了多少钱 然后预算是多少 每一个预算项的单项 都会给 给UNAS标出来 现在用了百分之多少 这一轮我们用了多少钱 非常详细的清单 对对 他说的UNA知道他 预算的控制的情况怎么样 然后也知道 这一轮 我们用什么钱 都非常清楚 这样的好说就是你 UNA的钱都用在实处了 可以用到最好的材料 我 我 我 如果有什么地方 原来预算变化 超了 我会在使用之前就告诉他 我们这个项目 如果我们选择更贵的东西 或者选某些风包商 会超知 那我会提前告知 嗯 是的 而且在施工过程中 这种方式呢 UNA就有一个权利去 在工程过程中进行变更 就比如说我们原来 选的是这个品牌的电器 然后现在他该主意了 他的现场他感觉要用另一个东西 那么他就有权利去变更 就不像种种包 不是种包 这样子会 就会做出来 会更符合UNA的心意一些 那是的 嗯 这个好的house就应该这样盖了 这个 这个 这个破坏这个上面这个 铅花的造型 对 很漂亮 它可以整个推出去 对 这夏天就很舒服了 对 可以整个推到底 超出的权很轻松的 是的 品质好的产品就这样了 好 昨天才做好的 我们昨天才做了一些外面 对对对对 这个刚包了柱子 挺有意思 现在这个移户会上一个色就好看 现在很奇怪的颜色 哦 你是说这个是吧 柱子 刷一道深一点的漆 对 你看上面这个Sita的颜色 这个Sophia 是Sita材料 然后上个色之后也好看来 天宁这个车子是自己边上能开上来是吧 从车子开下来 对 嗯 我在想我经常都过到 哦 这里有个比较宽展过的 这个空间 那这隔壁邻居家了吧 对对对 有一些空间是他们的 但是我们跟他们关系很好 我们做点小的工程 对对对 他们也不介意我们用 互惠互利了 因为我以前看过 有人是用吊车 把这种小机器吊进来 是可以啊 因为吊车要使用一次的话 拉个贵了 一千多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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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您说这个温哥华那边盖房和多人都不太一样是吧 是 很多不一样 主要哪些地方不一样呢 呃 因为气候条件的不同 所以大家在构造上面不一样 然后还有一些 呃 比如说地下室的呃 水泥水泥的基础墙的做法 呃 怎么做模板 模板形式也不同 然后 模板也不一样 对做的工程步骤也不太一样 温度 他们的最低温度比我们低 但是呢 他们的湿气可能没有这边那么那么重 没那么重 所以他在建筑构造上不同 所以他施工的那个方法和一些施工技术不一样 隔音面对 在新西南一只网约了 这是隔音的 这是隔音的 这是保温的 对 应该差不多吧 都应该有一定的保温作用 都可以都有 这个也有保温系数的一样 但是他 这种是比较重 这个呢 轻一些的 哦重量 你要隔音的话需要重量 要所谓的质量 对 这样子他的隔音效果才好 我们在每一个独立的卧室之间和浴室之间都装隔音面 这样子的 在厕所里面使用的声音就不会传到隔壁去 就解决了那个所谓 就所谓木头房子不隔音 对 其实没有不隔音的就是看你有没有花钱了 看你有什么工程措施 还有他的构造 对 加了这个效果很好的 我们在新西南有一面墙 我们就改造的时候就把它加了隔音面进去 这样 像我们出租单位和租屋这些是双层的 翻黑的石膏板 然后再加一根 这我们叫上半一个隔音条 隔音条是一个金属条 半岁后的金属条 那么等于是它的震动 石膏板的震动 经过金属条之后 一定的震动都给剪掉了 哦 那是哦 然后里面还有隔音面 这个地块的我们建新房 最难知道因为地形造成的 它在斜坡上 对 然后隔壁两家的房子也有一个高叉 所以侧边的挡土是最 哦 就是说它不仅自己有高叉 它两侧也是一样高的 你看到马路不是一个平面 对 这个是蛮陡的 你看这些 这个侧面就是很大的一股挡土墙 我们用的这个叫lock box 是水泥块 无尺可以两尺五 两尺五的一个水泥块 互相错落地叠在一起 来互助这个坡 来保证隔壁这个房子的基础 不至于沉降 那么它做完之后 会很难看一块一块的 你就用水泥把它 把它抹起来 再浇一层水泥把它包起来 难怪了 把钢筋把它连接在一起 这个面就会很漂亮 很结实 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阶梯状的形状 我在Richmond看见他们有运的好的那种 Richmond需要压地 他们有很多 比如说高层或者是比较多层的公寓 他们需要先把那个地压好 就用很多lock blocks 围着整个地块 然后上面再压砂 在今天天上砂的 把那压几年 压几年之后再把它卸在 然后马上去借这个房子 哦 这个平衡 这个房子在借的过程 就不会更多的沉降 我懂了 就先把沉降做完了 压几年对 那盖个房子 买个地真的要耐心啊 那是有这个时间计划的 嗯 好好好 像这边的地应该比较接是不 对 这个带的地质很好 它下面就是 石头含量很大 就是大小不同的石头 它已经是稳定的一种配比的一种感觉 所以它基本上不成样 就是说它非常的实 它其实应该就是岩石了 但它又不是一大块岩石 不是一大块岩石 不是一大块岩石 它是不同大小的石头混在一起的 这种地方是更干 更结实 就承载力更好 还不成这样 不还好 你这房子也不算重的是吧 木头房子 这您刚才跟我说的储藏室 它是有自动的空气循环系统是吧 其实就是抽风 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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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风就会有空气 那储藏室为什么没有抽风系统呢 又不住人呢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你要一个房子 你如果是用来储藏东西 在冬天的时候空气不流动的话 它那个水气还是人家会聚集 聚集在某个角落上面 那这个地方就有可能发霉 所以定器有抽风 我们有个Program的这个控制器 每天抽六次 每次抽15到20分钟 这样它就会一直会有带动它空气流通 然后它因为里面有加热 所以呢它进来的空气加热之后 它那个湿气就会去掉 您说加热是不是在那里 对就有这样的 简简单单的一个加热功能 它就是可以使用空间 比普通的一个储藏室要好很多 这个地方也可以用来做人 如果你原来做office也可以用来做人 这里还是很多的这个被被敲啊 对你看我们设计的这个小脚窗 这里看到外面的商景 这是你设计的吗 这是我设计的 一个小小的储藏室也有这么多名堂 这个更不要说施工工艺了啊 施工的细节 也要考虑它的高度啊 不要高啊 嗯 这些还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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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里还有一个挡土墙 这里有一个挡土墙 就是你把这个高叉给解决了 这样就不用在山地上面 就不用在坡地上捡草了 它这个会做水泥吗 还是说捡草 这里是paving 是这个气块 哦 这就是这两寸多厚的这个气块 嗯 然后中间有两片是草坪 还有一个花 那就比较好维护了 好维护 这里不会种菜吧 嗯 不种菜吧 我们给它做了一个 哦 这个是 它一搭起来 会有两个 三尺乘三尺的一个planter 是专门种蔬菜的 哦 它这个地方的阳光非常好 对 种蔬菜也很好 我们那个喷淋系统啊 会管子接过去 已经预满好了 哦 它就自动喷淋 这个菜你只要种上去 肯定会长得很好的 那这一步到位了 对啊 对啊 像这个围墙是你们做的吧 这个是和邻居的一个分隔的围墙 对 一般盖清房的话 邻居都可以享受一些福利 就是把围墙给翻新了 对对对 稍微多出一点钱 对 但是这块围墙 我们跟他们share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的 那挺好的 这个花坛可以做很多东西 哦 这是花坛 对 这都是种植草 在下面就是种菜的 下面我们会填石子 填石子 因为 坐上防草布 填上石子在上面 因为这一大片面积 屋主也照顾不过来 所以就不要种东西了 哎 要想住的舒服 就尽量少种点东西了 这个平台做完之后 互相之间的活动空间非常大 是啊 很开阔 这多剩几个娃才照得住啊 一家三口租这么大房子 小孩都没人跑啊 你给的再大面积才不跑 那边就是那个小房子出来 我们也做了一个拍鸟 做了拍鸟到时候 可以放点室外的家具啊 还有一个水泥墙边上有一个长凳子 那边也是一个活动的空间 那里阳光又不是那么晒 所以我帮他设计的一个景观 这个功能上面是 他们反正很满意这样的一个功能 这要有丰富的建筑经验和生活经验 这地方里楼梯下去 这都是整体胶筑的不 对 两次交注的 墙和楼梯分开交注 非常好 非常结实 里面链接的干筋 这个楼梯会很结实 做的东西都可以 像温哥华这边建房子 就按照多少年使用来说明来设计的 我只感觉是50年以上吧 50年以上 但是很多材料它的说明是没那么长 那肯定 你说温哥华也差不多100年的房子 对 温东靠近川泰汤的区域 那些有些小地块 有100年的房子 那么政府为了维持当地的一个城市建筑 样貌 不许拆 城市景观 它要求维持原来的风格 那就把它外框全部拆了 里面全部拆光 把它升起来 抬高 整个房子抬高 下面再做个地下室 嗯 然后在后面再做一个 就in few house 就是再做一个小房子 可以出租可以卖 嗯 等于是你一个房子可以做出三个单位 是一个小地块 但是你要必须维持原来的建筑的 一个风格和构建 然后原来的建筑材料里 结构材料都得保留 结构材料保留 对 但外装什么可以换掉 内装的东西你可以画石膏板 保温棉啊 地板啊 你可以全部拆掉 但是你整个建筑 矿建 你最后做完之后 还是原来那个风格 原来那个样子 原来破了的外墙装饰的部分 你要按原要做出来 哦 那这个得 100年的房子 你的木结构还是可以用的 没有问题 木结构是没有 但是里面很多种软装啊 这种隔墙啊 那个在100年过程中 也是改过很多次 也改过很多次 然后这个木头越是老 它越是硬 对 它很硬 那这被 时间长了 它也会有压缩 哦 这个木头会有变形 会压缩的 所以它到那时候 又形成一个新的稳定 有些局部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加固 做些加固 哦 对 新房子你的使用功能 有时候 会增加了荷窄 那你就给它做了加固之后 它也可以适应新的功能要求 跟新西兰很像 新西兰也是老房子木头好 新房子木头 没老房子木头好 都是好的 只是 它说什么呢 它说那个时候的木头啊 现在没了 或者很贵 他们以前是一种锐木叫做 现在你也买不到旧的木头 对 买不到旧的木头 那个木头 它都是好的木头 这里的木头也是很 很标准化的干燥技术 来来做的 他说他主要是讲木的 就是木的那个品种不一样 哦 那有可能 当年那个叫锐木 用的素木品种不一样 对 那个就是老的木头 它很硬嘛 对 你如果是用现在螺丝打进去的话 很吃力的 电动工具打进去都很吃力的 哇塞 用更大的力量去打进去 新的木许就很容易进去 这个就像地下室的木训 这个是要做扶手吧 这边 要要要 嗯 高差还是有点大 对 这一个很大 你要从街上下来 就不少条件 是呢 我都没意识到这里还有一套房 这是壁炉的风气 壁炉 哦 是火炉 是火炉 烧气的这个 今天跟Carol学了很多建筑知识 大家盖房子可以找Carol 如果你坚持看到这里 这些人呢 海树呢 再送你一个小知识 这套房子外墙啊 非常有特点 能呼吸 我们低下头去看看 看到了 有个铁丝网 防止鸟啊 老鼠啊 钻进去 但是呢又可以通风 因为温哥华呢 总体还讲冬天非常潮湿的嘛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从最底下 到这个最上面 空气都是可以自由流通的 水气不会聚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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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你